新竹县好玩的特色公园在田三座 历经三年多设计与施工 竹北市儿子公园能够体验到魔斗造型的攀爬网 宫崎公园能够勇闯魔王城堡 宫儿九则系有滑轨、攀爬架等12种游戏体验 幸运了不少爸妈带着孩子们来开箱大碗特玩 天气放晴 小朋友开心的攀爬绿山坡 采竹庄又或是坐在超大金蛋上 每个都玩得无比开心 因为新竹县超好玩的特色公园又增加了三座 县长爷爷也戴上兔子帽和小朋友一起同乐 用捷克与魔斗的要勇闪这个秘密的方式 让大家去玩 让小朋友对这些产生好奇 然后看得到攀爬 然后有一些悬空的踏板 还有滑板 然后越玩越高兴 而且越玩越好奇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这次公园里面 我们不但没有砍树木 我们同时还种了三棵 这个绿色的这个绿叶的大树木 县府打造22座特色公园 其中竹北市三座 历经三年多设计与施工终于完工 开箱启用 包含以童话故事 捷克与魔斗为概念的儿四公园 有魔斗造型攀爬网 2.5米的巨人猎逃滑梯 寻找被埋葬的金蛋 还有三米高的鞦韆 好玩又刺激 宫器公园能勇闯魔王城堡 挑战垂直攀岩墙 悬空踏板和滑杆等 地站座公俄9则打造凤凰飞翔游戏区 有滑轨攀爬架与秋千等多达12种游戏体验 能同时让60人一起玩乐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杨县长 所有在我们整个竹北市 都充分的发展出杨县长的得证 做了非常多的公园 以及公共的建设 启动之后就要好好的来做维护 市场派人来不定期的来做检查 哪边不够的厕所卫生纸不够的 赶快补上去 让我们的这个地方是更宜居 更快乐 更小朋友更喜欢来的一个游轮汽索 多元邮局能触发孩子肢体和感官发展 三座特色公园启用 不少爸妈都带着孩子来开箱 大玩特玩 现场欢笑声不断 二月还会有八座完成 县府积极打造 要来落实一乡镇一特色公园的目标 让小朋友玩得快乐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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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